你不想問一下就是本來說今天中午的時候是不是有請雞泰的總經理來 那現在怎麼樣聯絡不到人嗎 不過這一個早上我大概就在工地要求他們主任 原則上中午我們為了安置的這一個部分 要來跟他們總經理做最後的協調 那這個主任給我回報到現在找不到他們總經理 那剛才我們杜瓦吉的局長也打了電話到總經理的辦公室給他的密室 他的密室也說現在找不到他們總經理 我認為這樣的態度都不是處理問題的態度 在這裡我還是要這個譴責 期待所有的這個上級的這些負責人不敢為這個事情來負責 最嚴重的這個嚴格的這個譴責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來這一個跟他聯絡 那是不是這個總經理這邊電話是完全關機戒不到 那他們現在是不是就只留了一個密書跟你們做對口 對現在大概我們能夠打得通的大概就是他的密書 所以是密書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對啦這個他一直說聯絡不到他們的總經理 那他們現在請到你的承諾什麼事情 不過當然前面的這個部分工地主任對於這一些救災 該付的這一些賠償 他們大概有承諾這個賠償要負責 那最起碼要尤其現在過來大概就是安置的這個部分 我們還要再進一步的協調 那怎麼樣安置 那安置的時間多久 那租戶的這一些這個賠償怎麼樣來做這個計算 這個有關細節的細節 對 對對到現在還沒有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有打 我自己打他關機啊 不是 那現在如果說他們就這樣地府見面 我們有沒有是不是什麼樣強制的手段可以讓他們出來面對 不過我想如果他繼續這種樣子 我們就行法律途徑 OK 請問公平這邊有沒有說他們也多久沒聯繫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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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有人就是說在這個建立的部分 建商他們自己是求員兼裁判 然後就還有這個結構的部分 這12公司 但是他們是有點虛操 這部分是不是有必要來做一個更新的建設 我在這邊要再一次的證告基台建設 此時此刻 你最重要的就是負起一切的責任 出來面對 把相關受災住戶的照顧及安置做好 這是你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 持續的 規避責任 規避問題 我想民眾不會給你任何機會 所以包括 我們看到 在當時相關的鑑定過程 或是 在整個工程施工 開挖 11.95公尺 如果我們回過頭檢視 並且去調查 有任何 刻意規避責任 也就是 我們12公尺就必須要做事前的結構審查 有任何這樣的情勢 當然我們必須要來全面的檢視 整個機制以及SOP 所以 我也會成立 調查小組 來就整體過去所建議這樣的SOP 以及審查的機制 讓台北市 帶頭來改變SOP 同時 政府更有主動積極的角色 我們會來做全面的檢討 以及盤點 市長想要再問一下 因為昨天王世堅說 這個建商這邊 給不出觀測資料 他說這怎麼會這樣 他覺得這非常的棒 昨天我們已經 正式發文要求 建築公司提供我們的觀測資料 所以這個我們一直要求他們提供 所以我要再次的重申 現在建設 你要做的 就是負起責任 出來面對 不要迴避問題 把該做的事情 相關的安政跟照顧 所在處處 做好 不要有任何 現在還夾帶 合建議項書等這樣的狀況 我想這個會引起 出負很大的反感 現在你就是要負起一切責任 沒有第二條路 市長 昨天那份議項書 好像讓很多不瞭解法律的居民 都非常頭痛 那我覺得說是不是利用他們 想要趁機來吃 看他們的動作 這樣子 所以昨天我們在現場 即刻的安排我們的律師 來給予專業的諮詢 也再次的提醒相關的住戶 此時此刻 一定要確保相關的權益 我們也即刻的協助大家 相關不止法律諮詢 即刻採行的保全程序 假扣押 證據保全 以及後續及時的賠償訴訟 也讓住戶安心 相關的律師費用 我們特別政府來負擔 市長 那因為現在這個基態建設 都沒有看到負責任由書面做說 那剛才理會有說 基態建設 就是這種基態在中華國 這邊你有沒有要檢訪 那市民外市長 怎麼可能基態建設 這裏的態度是不是很消極 我要再次證告基態建設 即刻的出來面對問題 不要規避責任 同時把該負起的責任 負起 我昨天也已經強調 如果沒有負起該負的責任 你也休想在台北市動一個案子 我想今天市民朋友都在看 我想過去所建議相關的機制SOP 我們會深刻的來全面的檢視 該修改就修改 該要改進就改進 我們會成立一個專案調查小組 李副市長會來同仇 我們從機制面讓徹底的改變 從台北市開始做起 讓政府的角色更主動積極 所以基態建設這部分 我們會再次強調要求 出來面對中午的確 李副市長會和他們總經理 在現場這邊進行相關的溝通 我們希望讓市民看到基態建設 負起責任的態度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 你現在就是負起這些責任 沒有第二條路 否則人民不會給你任何再一次的機會 就這麼簡單 不少住戶反應 他們在拿到基態建設這個慰問金的時候 竟然他們也一同發放了合作興建這個意象書 讓住戶有些住戶真的是氣炸 這個當然這個是基態的狀況說實在 他們必須要去做檢討 當然現在發生這樣的問題 自負對他們的施工品質一定會有一些疑慮 那慰問是慰問 往後這個什麼議員室的那個部分 那是後續的這個工作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現場的土方的回田 大概已經回田了2400立方 那原則上已經差不多將近五分之二的這個回田 那從剛才這個我們放下去的監測的儀器 到現在為止看起來還是穩定的 沒有位移的這個部分 那剛才我們也開過這個各級處的 該做的這個工作位移 那第一個跟這個所有的市民報告的就是說 在這個大直街的前一排 那我們在今天下午五點已經把它恢復送電 那第二排的這個部分就是這個明天 如果監測的儀器沒有這個位移 那經過這個機師如果假設這個鑑定 他是沒有安全的餘率 那可能我們就會來考慮 是不是讓住戶有可能回來拿東西 包括可不可以這個讓他們進住 那這個可能要看看24小時的這個監測儀器的這個部分 那大概現在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的受災物 在第一排的這個部分 他們也希望說這個明天可不可以讓他們 也能夠進去這個拿衣服 那這個部分可能我們要看看後面的這個監測的部分 因為這個一樓已經沉到地下室 那這一個部分可能我們要跟這個計師再來做一個研理 那如果假設可以 那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明天會來做一個檢討 那請賺一番那個 最後一半 我來看 加油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